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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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现在跟大家做这个视频的话 那个 因为有这么多观众通常 又是 海内存知己呀 天涯若比岩 大家可能呢 可能看不清楚 我现在呢 李宗盛同学 那个 夏年老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在这里啊 是华盛顺的地生 第一句话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岩 第二句话 这个 我在这里呢 实话实说 我对李宗呢 他的观点呢 我没看他的文章 我将来会拜读他这个 一国两次这个 这个解决方案 但一国两次呢 我有一个保留意见 我是在1998年的时候 就给中南海 当时是 江泽民是 提那个 是党中央总书记 我给他提了一个意见 我说一国两次没有解决台湾的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中华民国问题 这个问题没解决呢 所以就一直拖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一直拖到现在 没有解决 这个 邓小平提出的方案 叫一国两次这个台湾方案 还有这个 这个 江泽民提出的 这个 共同努力 这个 就江八条了 胡锦涛提出的 这个 胡五条 就是 胡锦涛的协议 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 这个 这个 基本上这个的总策划 是 基本上是 以着 邓小平 这个 这个拍板 那个 一国两制这个 那个六条 为基准的 然后 习近平 提 然后2019年提出这个 十六条 十六条 然后这个提出了一个 融合式发展 我认为这些方案 归根结底 一个最大的缺垫 就是 分封制 就是一分为二的分封制 就是韩信提出来的 要 要当齐王 要当那个 要当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分封制 这个是一个 不是真正的统一 而是一个 而是一个 而是一个那个 这个体制上 实际上 是两种 两种 两种结构 这种结构呢 是 比 这个联邦制 方廉制 都要糟糕 所以 因为 不能够驻军 这个问题 就国家就没有统一 没有实现一个统一的 一个政府 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实现统一 这个问题是邓小平 理论当中的一个败笛 也就是说 在台湾在收回 从日本人收回 收回台湾的时候 他都进行了一些土地的改 土地的 整个中国化 去日本化 但是 大家都知道了 蒋介石 对这个 在日本 去 对待 处理这个 日本的皇民 一老一少方面呢 存在着很多的漏洞 所以 留下来 这么一个 台独隐患 但是 蒋介石还是 处理这个问题 比较狠的 就是说 对当时来讲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蒋介石是 采取的是一种 这种策略 现在呢 我就在这个 听听你的声音 说 清清啊 嗯 那个 你呢 也 那个 辛苦了啊 嗯 你就回答一下 所以 你的 这个同学 李同学 我的李大哥 他说的那个 这个概念 你也没有说 意见 或者说 大家一定 探讨一下 好吧 我今天也喝了一点 嗯 我觉得 是应该把 正要把你们探讨 好 好 很高兴听到你这个 在你们在关心 在探讨这个问题 啊 我 很高兴啊 啊 你们大家聚在一起来 嗯 就是谈论国事啊 只有在舍口呢 才具有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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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围 因为舍口的感觉 感觉人先呢 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什么的 我分成 几段吧 看六十秒一段 六十秒一段 那么 首先从邓小平 这个 提出一国两制的一个 这个 这个要点 来分析他 为什么一国两制不能解决台湾问题 啊 这个问题 至今没有搞清楚啊 就是国内的这些 呃 这个专家也好 残研办的学者啊 因为大家有个调子 就是一 一经 一经拍板 所以呢 这自上而下的口径一致 围绕着党中央或者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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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体制 所以呢 我们这个至今有一些问题没有搞清楚 我是不是 是因为我这个呢 啊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站在局外 我是呢 好 我先听听你们的回 那个 啊 谢谢那个 来自 啊 美国大华 大华府 啊 这个 马里南州的 嗯 厉害 大汉 是一个 对于 对于 中国统集的 一个态度 的一些 但我们看到 现在 这个 国内 一些传言说 现在要打仗了 什么什么地 然后一些操事啊 开始在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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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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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給大家說出來了 因為一國兩制這個陷阱呢 在香港就比較明顯了 在台湾如果這樣的案子 一國兩制這樣不住軍啊 不解決台湾這個 根本的一個教育問題啊 一個防民體制上 沒有歸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兩岸沒有達成一個 真正的和平這個法治的協議 我歷來不主張就一國兩制 我認為是一國一個法治 你法治國這才叫國家主義 我也不主張什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現在你說哪一個是社會主義 哪一個是資本主義 美國的社會主義 比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要社會主義 所以這個社會主義的概念啊 是一個bad concept 不是一個政權的new 這個不是一個direct concept 而是一個這個不確定的 就是一個未知結構 因為社會主義 本身就是既有資本主義 又有社會主義 我準確地說叫新民主義 那麼我在其中的這個這個案子 現在那個孫中山這個這個民生民主 這個民有這個民權這個三民主義呢 是比較小了 格局小了 格局在於為什麼小了 因為他當時這個有中華民族 以民族的就變成一個民粹了 這個是對於這個民族主義來講 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陷阱啊 這個所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呢 不適合於解決台灣問題和大陸問題 至於習近平提出的民族振興這個話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過 過了過分地強調民族性啊 就失去了它的全球化那個 在全球化當中的意義 你強調你的中華民族的自信 自利自強還有文化獨立 所以這個就實際上將來走到極端 就變成了民粹主義 就會招人的憎恨 所以就不適合那個大團結 有共和主義啊 這個就叫做共和主義 大家共同體 這樣子比較合適 好的 好 我知道了 你們大家都在吃飯 今天呢 我的說話聲音 你們在聽得到嗎 聽得到的話呢 我也沒有辦法 像那種互動的一個環節 對 問題啊 李毅提出的這個問題 有一半呢 我是同意的 這個方法呢 包括不能夠放棄武力 包括北平模式 還有這個 這個現在目前進行的這個巡航 否則的話 台獨啊 還有獨裁分子都太囂張了 這個實際上 實際上現在是怎麼樣呢 沒有沒有打同任督二賣 一個任督二賣 就是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沒有打同 第二個問題沒有打同呢 是一國兩制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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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箍罩沒有打沒有解開 沒有解放啊 所以呢這個這個問題出現這個這個 所以呢就出現了這個啊 僵持的決斷 解不開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那個 歷來的戰爭 從民族的幾千年來的戰爭 都是因為有些毛澤解不開啊 然後就變成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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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從可以 一家人變成你是我國的敵人 一個國內也是這個 也是這樣 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誰來做這個裁判呢 現在是啊 大家都指望美國來做裁判 美國也不能做裁判啊 啊美國拉偏向 這個地方 美國希望呢 這個這個這個大陸呢 不要動武打架啊 又希望大陸呢 啊又要啊 啊 那個像那個臺灣化 臺灣大陸怎麼能夠實行 台獨化和這個分裂的狀態呢 所以這兩個都是矛盾 這三個這個三個抽層扶子 矛盾結合在一起 就會打得充足 就像發生海嘯一樣 這個就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 一個解決方法 一個解決模 這個這個就是 不是解決問題的解決模式 裁判問題必須重新包裝 重新包裝的方法是 利用法制 你看這個 法制的根本呢 一個是聯合國憲章 不是你的中國的國內法 不是你的中華民國的國內法 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這是國內法 而是一看大家都能夠認同接收的 既有憲法又有國法 又有聯合國憲章 還有2758號決議 現在美國看了中國這個解 解不開這個難題 所以提出了重新解釋2758號決議 現在有必要 我跟大家清楚地講一講 什麼是2758號決議 為什麼我們中國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我希望大家反饋一下 既然是我這麼辛苦地講 我不知道大家聽的是如何理解的 如果要是大家不能夠互動的話 我就變成了對牛彈琴 我喝過水 大家給我喝一個話 我喝過水 大家給我喝一個話 現在我喝停一下 完了 ‽ 明天 ahah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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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各位好 我是大海 我是首口第一家中外合资厂的副厂长 厂长是余泽海 余泽海原来就是首口工业区主干厨处厂长 也就是全國第一家 《財包財主聯誼會》的會長 我想看我們這個 五十個人 我們這個行動五十個人 都是各行各業 也 招產經濟以上 也不行 科學的意思 雖然沒有 絕大多數的朋友 沒怎麼說話 但是呢 他們都在關注 都在關注 包括今天晚上我們聊的一些話題 但今天這末 可以聊一些 或者 所謂的 所編輯的一些話題 但是我們呢 必須要等 這才是我們大人去的 何可人 你作為何可去美國 包括提議中 他都要自討 所以要 一起來 一起來 一起來謀劃 江山 打 打一下 打一下 一遍 一遍 老毛 進了進程之後 說 考驗 剛剛開的 這句話 我想聽一下 我們李大哥 的一個說法 謝謝 現在啊 台灣問題 不是 中國 一廂情願的事情 也不是兩岸 中國人民 兩岸人民一廂情願的事情 這個事情 牽扯了一個 一個是 中國的一個 重新和平崛起的形象 另外一個是 國家統一後的 一個 社會的一個 穩定性 如何能夠最好的 進行 進行 這個 進行 這個 進行國家的統一 和這個 有利益全球化發展的 一個形式呢 我提出 一個新的觀點 恐怕這個 要打破 我們要一個 解放一個 解放思想 實質求是 啊 來辦理這個事情 請師兄 在我們 新南中華大學 一塊地的 啊 這個大師兄 啊 好 老吉 你好 大家都是 從林人 我想呢 七八級的學生呢 同學呢 因為社會經歷 閱歷比較豐富 對這個問題 有點國家責任感 所以呢 這個 我覺得 談問題可以深刻一些 看問題可以看到本質的一些 特別是從法律上來講 我非常希望有 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 來談 兩岸的 兩岸的這個 國家統一問題 啊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這裡提出了方案 我是 我是學數學的 那麼 我又是職業經理人 我又是IT工程師 又是一個 東商局 香港東商局的管理 企業管理官 企業管理官那個 manager 就是 就是微觀經濟的工程師 但是我 從事 這個 宏觀經濟 啊 我是從一開始 我在 在當公民的時候 就在給毛澤東提出了一個 這個毛澤東提出了改革監獄的時候 就提出了啊 啊 要解放生產關係 解放階級路線 解放生產率 解放生產率 還有解放發展這個科學技術 另外啊 這個 利用這個幾國體制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啊 第五個問題就是 談的是 解放台灣問題 你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解放台灣問題就是一句空話 啊 後來毛澤東就啟用了鄧小平 然後發動了這個 皮靈屏股運動 叫做解放思想運動 好 我先看一下你的回答 今天晚上呢 我就 就 嗯 你那邊早上啊 嗯 現在是 凌晨 這個 中國之間 凌晨三十五分 那你那邊就是中午嘛 中午 嗯 嗯 很高興 大家這個 特別是南山熊啊 大耳熊 啊 跟李毅一樣 能夠一起來 通常 一些事情 好吧 再提事 希望啊 大家一幫忙也 有關心一下 很好啊 既然已經是半夜了 那麼李毅也在 李毅我希望他能夠在捨口的時間呢 多一點 因為在這裡呢 蛇口啊 蛇口啊 就是 我將來呢 推薦呢 美國將來也要參考呢 就是蛇口模式 蛇口是中國模式的一個最成功的一個模式 我也想把它 這個捨口模式引到我們馬里蘭來 啊 我這個報告 我正在 那個 跟這個 呃 我已經在提出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解決方案了 就是美國的 這個改革開放 美國這個 啊 這個下一步 這個特朗普 這個2024年 這個進行這個這個 拼經濟 懶人才 建其功的一個解決方案當中 啊 我們採取一個跟 以 學習中國大陸的成功經驗 同時呢 我們又搞 美國這個 一帶一路的模式 今天晚上呢 我就 呃 你那天早上啊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能夠堅持聽多久 今天想 這個 羅馬大廈 羅馬大廈不是一個 一個 一天那個建設起來的 所以呢 不知道你們有 有興趣 聽多少 啊 聽 聽多久 這個 特別是馬山中啊 大二兄 跟一種 能夠一起來 常常 一些 知 好吧 對 其實 希望大家 一幫 朋友 有關心一下 我認為 李一兄呢 啊 對台灣問題的 認識 對 兩岸問題的 這個 了解 程度 是 比較多的 資料 是比較豐富的 嗯 我了解他 他對台灣這種意識形態的這個 這個 評級 台獨化 獨裁化 還有 但是他對 國 國務院系統當中呢 啊 有很大一部分 他是一個 為俗為喪的一種 一種就是 堅持和平統一 這麼一個觀念 但是 堅持和平統一的觀念呢 又沒有 這個 掌握到這個 堅持和平統一 這個 know-how 關鍵的問題 他沒有解決 就沒有解決 中華民國的問題 就講一個很好說 這個其實不是一句話 要說的問題 這是一個民心一個本質問題 一個就是一個歸屬問題 國家認同這個 認同問題 我要說的一句話 如果 我說的 我要說這個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句話 也可以解決 啊 我談十個小時也可以解決 另外 我 我們在 就是行動 比我們空談要更好 我現在就採取行動 我就是 從 從美國 我雖然現在是 在美國 但美國有一句話 不管我是 七十歲也好 八十歲也好 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人 結 生而平等 就是我能夠平等的 站在美國 這個社會當中 這個角度上 跟任何一個美國 美國這個團體 也好 也好 市長也好 還有這個 總統也好 這個 共和黨 民主黨也好 進行一種 這個 一個這個 一個平等 站在一個平等的 法律的 認同上 來談對國家的治理和人民的生活問題 這就是我在這裡的一個優勢 所以我呢 要發揮這個優勢 那麼說回來 我想給大家先透露一個觀點 就是我 我覺得啊 我相信我自己 有這個能力 解決馬里蘭的經濟問題 也解決 幫助解決 把這個 介紹這個 中國的 這個改革開放的模式呢 解決 在這個 解決美國的拼經濟 懶人參 建其功的問題 所以 我已經 我也已經 實際上已經參選了 那麼 11月2號 是美國的選舉日 我既然是推出來 我們也看到 拜登不能夠 拜登的這些 這個執政以來啊 他的 拜筆和 這個 拜向已經顯露出來了 這個 政策反復 另外呢 法律已經就搖搖晃晃 已經 就像老年痴呆 所以 已經出現了 所以呢 拜登的政策 已經出現了老年痴呆症 我們把 拜登這個 民主症狀 這個 左右搖擺 不穩定 這個 這個 進退 失去 所以 現在呢 誰來解決 靠別人 不如靠自己 我 作為一個台灣出生的 中國人 來到美國 我 我現在是美國 共和黨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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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國家 這個 共和黨 這個 特朗普團隊的成員 就叫做 team 我可以給大家發一個 我的一個 一個 證件給大家看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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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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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能够成为马里兰州的一个第一公民 不是州长而是第一公民 我希望能够成为特朗普的特别助理 或者是美国副总统 我就是要欣赏这个目标 我希望能够成为特朗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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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 我希望能够成为特朗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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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 特朗普的特朗普 能够能够成为特朗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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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一些我的一些個人的行蹤 和我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報復 因為我現在還是拿著中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我還是在中國招商局捨口街道 請問這個灣區愚公是誰 我們認識一下 名稱就是yourself 就是大家自我介紹一個 我叫大海 是大家都就在原來學校的 這個排泡探索聯誼會的會長 也是香港的社會達峰公司的 發展公司的下面的一個 達峰公司的為社會公益局服務的 一個業務經理 我們屬於青荒木居 那個員工下來的第二代社會人 那麼後來我退休之後 在2007年我離開了舍口 這個原文女兒剛好生日 我到美國來現在剛好14年了 好 大家那麼繼續的交流 交流能夠使人 每個人都受到 從中當中受到一些啟發 三人行則必由我施嘛 There are three people walking I will find something to learn for sure 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人說的一句話 三人行則必由我施 我原來是在蛇口工業區中紅支援廠 原來在合資過程 原來跟香港合資的 我是第一副廠長 余德海是廠長 後來經過合資重組以後 就成立了美國獨資公司 就是APCI 就是美國工業氣體公司的 我是總經理助理 在這個談判過程當中 我也是招商局的總經理助理 好 好了 我收到了這幾個發 我大家就 如果大家能夠 能夠這麼一個 這就產生共鳴了 這產生共鳴了 我就有了 跟大家交流的一種動力了 這個 然後呢 我不去詳細地講解我過去所做所為的事情 這方面呢 李毅知道的比較多一點 我也感謝李毅 在介紹我的一些 包括我們西比大學聯誼會 還有認識的小李 所以我也從此呢 我就進入了 CSIS 就是美國戰略之庫 我在那裡也做了幾次發言 我將來會在那裡成為一個 我的論述 我的解決方案的一個 真辯論的一個舞台 是在CSIS 就是美國國際戰略之庫呢 我將來我也有信心 在那裡 在那裡 折戰群儒 大家知道這個 杜格亮 這個初始吳國 折戰群儒這個場面 我也有這個決心和準備 我實際上已經 在2019年就準備了 初始台灣第一公土 就是說 如果我們打下來台灣的話 我當時就準備作為第一公土 我們不談種族 因為我們解決台灣問題 我不從一國兩制方案來解決 我們就是一國一制 就是用這個 中國的這種 進行的這種 可以進行調整和平行討論 但是是一樣的 國內沒有 台灣沒有什麼特殊性 沒有specialism 沒有 就是 也就是說 我們是人人平等的 不要再給台灣什麼特權 不要給香港人特權 這樣中國大陸人的機會 情何以堪啊 什麼大學裡頭 連大陸的學生 連起早都不可以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 是自取其辱啊 實際上是 大家看不懂嗎 還是一種自卑的心理 是抬不起頭 在台灣人面前 我們大陸人抬不起頭來 沒有站起來 沒有挺直腰 這叫怎麼什麼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還是這樣 在台灣人民高高在上嗎 還是個黃金思想嘛 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 他說 嗨 嗨 隔大一巴士 但是在中國人面前 他的洋人就是個假洋鬼子了 所以說呢 說一國兩制來講呢 是一個 這個 是一個 是一個不太好的一個東西 是一個 不是一個成熟的東西 在當時 在不成熟的條件下 在中國經濟 這個 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情況下 它是一種 民視性的產業 一個過度一個 十年二十年就夠了 一個 但是現在我們 超時了 一國兩制已經超時了 我想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看一看 這個 這個 國際法 國家的繼承 還有政府的繼承 這是不一樣的 我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一個新國家 而是一個新政府 是代表 聯合國憲章的 中國這個 這個 主體 就是國 正式的名稱叫做 中華民國 唯一合法政府 國民黨是什麼 國民黨講的是 它是一個地方 它原來是這個 是這個代表 代表這個 中華民國的政府 它2758號決議以後 也就是說 在四五十年前 它已經不再是 中華民國的代表 它 它是它那個地方代表 它是 中華民國 Pervent Pervent 就是省的 它被大陸征服了 這個Pervent 就是代表著 西大門 就是代表著 征服的意思 大家多多少少懂得 一些英文 這個英文的 省這個概念 就是Pervent 就是 已經被大陸征服的 這個省了 那麼 這種情況下 他怎麼能夠做一個 國家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主權者呢 他怎麼能夠分配這個主權呢 張亞中 他實際上是一個 獨裁主義者 所以呢 那個 台灣人 沒培養 台灣的教育和文化當中 如果搞一國兩制 是培養不出來 真正的 懂得 這個 這個 實際追求 國家主義的 任何一個 從年輕人開始 從法律上開始 從根子上來開始 就沒有樹立起 就這個 中國這個概念 就沒有在台灣 真正樹立起來 所以台灣 不可以實行 一國兩制 我再談得準確一點 今天我們談到這裡呀 可能是 這個 已經很深入了 但是呢 一國兩制的 一國兩制的這個概念呢 這個 我們不再去完全去討論 但是一國兩制呢 已經造成了國家 兩岸人民 無法挽回的經濟損失 和政治概念的糊塗 模糊 這個模糊 是會把人家 推入陷阱 污入歧途的 所以 必須得要一個人 來立心求生 進行這個 撥亂反正 因為 很多人是不可以 所以 就從共產黨來講呢 這共產黨自己 沒有意識到自己 在哪些地方呢 法律概念上 是出了哪些問題 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的 這個 現在 換句話來說 現在我們是站在歷史的風口浪尖上 蛇口從來都是在大風大浪的那個風口浪尖了 太平洋的海風呢 正拍打在這個蛇口 你們這些年輕人的臉頰上 我們想呢 今天在這裡呢 只是吹響一個集結號 把大家 你們這50個人集結 已經比 中國國民黨成立的時候 那個 新中會已經人多了 你們已經比中國共產黨 1921年成立的時候 那28個布爾西克已經多多了 所以說 只要 真正認識到這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 這個 孫中山說的一句話很正常的 華僑是中國革命之母 那麼我代表了這麼一個 華僑之中的一種思想 代表著一種 這個 這個 國際法當中的一種概念 我也在完成我自己的 最後的一個 黃金之戰的旅程 也就是說 我希望能夠為馬里蘭 這個 這個 這個蛇口 重建這個 仿造蛇口模式 重建一個經濟特區 做出我自己應有的貢獻 我也希望能夠成為 特朗普總統的副總統 或者是其他什麼一個角色 但是不管什麼角色 我總統發揮好 特朗普團隊當中 我的一個積極作用 我要給中國人爭氣 給印第安人爭氣 給美國人爭氣 我今天就談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呢 跟我們將來未來一起走過 追求國家主義 實現中華文明復興 不是國家這個民族的單獨復興 而是個一起復興 這個一起復興 這個在一個雙驅動 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叫做雙驅動 一個是這個世界的地球 一個是中國驅動 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驅動 一個是美國代表的一個 先行國家的 先行先世的國家的一個驅動 所以這是兩個的驅動器 就是印鏡 兩個發動機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叫做 說簡單的叫技術 另外一個叫做 自下而上的驅動力 和一個自上而下的驅動力 另外美國也有一個 美國將來也會搞一個一帶一路 我們中國把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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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這個向西 向西 一路向西這個一帶一路 直通歐洲的一帶一路 打通以後呢 這叫認賣 美國要打通它的都賣 就是南北縱向的 這個叫做把南北美洲 就認都二賣 這個打通這個 美國的後院 就是南北 南美洲 還有中美洲 我們用美洲 就是說 在這個打通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實現 中美兩國的聯手 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兩人同心齊力端金 中美關係 只要合作 合作的與實基建 這就如左右手 好 我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這個錄像也把它關掉了 我看他把鬥工是正常發生的 我的錄像是一路 絲 這一路 是主題